当宅宅下班的时候 将会打开 昂的开关 宅宅下班中 昂 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收听宅宅下班中 我是阿直 大家今天看漫画了吗 今天 好的 不知道为什么又是阿直 我一个人进行录音了 其实怎么说 上次好像那一集吧 我说可能希望不要再继续自己录 结果后来就酸梅 很怂恿我 你讲得好棒喔 你要不要继续录啊 然后我就想 虽然不是因为被酸梅 鼓舞怂恿的原因 主要还是因为说 我这次想推荐的这部漫画 很奇怪的是 另外三个人也都没看过 我就想好吧 既然如此 那还是只能我自己一个人来推荐了 OK 总而言之 我们先来聊一下 我今天要推荐的这部漫画 今天要推荐的这部漫画 它的书名叫做 入侵 不过呢 它的原文是写成 那个英文的ES 然后它的 那个英文怎么念啊 阿直我的英文很烂 来我来借助一下Google翻译 大家等我一下 它怎么念 Eternal Supper 好像是类似这样的意思吧 它的意思是什么 永恒的安息日之类的 对 那这个故事呢 这部入侵呢 它是由那位总领东石老师 所绘制的 至于为什么我会念做总领东石 是因为 那个字啊 虽然我们可以查到叫做念总 但其实它算是日文汉字 我们一般在中文圈是不会使用 所以有时候你如果去网络上查 你可能会变成一个叫做物林东石 之类的名字 不过反正就是这位老师 他的作品啦 那这部漫画 它是由东力出版社代理的 出了八集完结篇 不过 呃 不太 呃 跟大家说个不幸的消息 是因为它大约是在2004年的时候 代理进来的 距今20年前 所以 可能要入手的话 要从二手书店之类的方向寻找 会比较容易一点 嗯 我是希望以后 说不定会有名作重新代理啦 或许这样这部就有可能 重新再次出现在市场上之类的 我们就抱持期待吧 OK 总而言之 我们先来回头聊聊这部入侵 那为什么我会想要推荐这部的原因 主要是因为啊 这位 我们这位老师 总领东石老师 反正总而言之 就是这位作者 他原本是在少女漫画上面连在画漫画的 就是像那个 马尔斯战神那部啊 还蛮有名的 可是因为那部其实还蛮狗血的啦 虽然我没看过 但大家都说很狗血 但我不知道 反正总而言之 就是他原本是在少女漫画的杂志上连在 后来他移籍到青年杂志上 他在青年杂志上画的第一部作品 就是这部入侵 然后我是觉得 入侵他确实让我觉得 就很有青年漫画的feel 他一开始他介绍的是 他介绍的是一个很神奇的青年 然后他故事在第一章 他那边是写00章嘛 然后他用00章这个篇章 就把整个这个主角的一个特质 跟这整部的调性 就把很明确的给他划分出来 他的第一回的时候 我们这个青年吧 他原本是没有名字 一开始就是划他 就先在饭店中苏醒过来 然后他就离开饭店退房 然后退房的那个客服人就说 不好意思先生你还没有结账 然后你就看到那个青年回头 撇了他一眼 然后服务生就非常客气的说 谢谢您的光临 请慢走这样子 然后大家就觉得 怎么回事 然后下一幕就看到他跑去说 差不多该换一件下妆了 他就去服装店就 就换了一件那种很轻便的 那个夏季的那种短袖 那当他要离开的时候 那个店员也说 不好意思先生你还没结账 然后他也是看了店员一眼 然后店员就立刻就 谢谢您的光临 欢迎下次再来 这个青年就说 那顺便把我之前 旧衣服处理掉这样 然后店员也非常客气 说OK没有问题 叫我们处理这样 那到这里为止呢 旁白 故事的旁白里面 就会开始介绍说 为什么好像 为什么大家都对他这么客气 是因为他是什么名人吗 还是什么原因 然后后来他说明说 是因为 算是有点他自我介绍 说他算是一种 比较特殊的 算体质吧 他可以 进入别人的脑袋之中 然后读取对方的情感 跟调整 总之他是可以控制 他人的心智的意思 他具有能够控制 他人心智的能力 所以他有时候就是 很自在的就会 就是可能看到路边 有人在聊天 他可能就走过去 然后他会把他自己 替换成他们路人 可能就是认识的人 然后人家就说 嗨谁谁 某某谁谁 然后就说 嘿你怎么来了 这样 他就会很自在跟他们聊天 可是当如果对方开始觉得 奇怪 这个时间点 你不是应该在哪里上班吗 你不是去哪里读书吗 这样 他就会立刻就是 把对方的那个 记忆给他就是回溯 然后让他就是 继续就当作 他没有出现过这样子 他就用这种方式 不断的寄生在人群之中 然后到处流荡 那这个第一回的最后一幕 就是他 流荡到最后就 晃到了一家那个 一对老夫妻的家里 然后那个老先生 好像他们那个家 是因为他们的儿子 一家出了 20年前出了车祸 之后过世 然后连最小的那个婴儿 都没有活下来 结果他就想想 就 他就 进入这个家庭 就替代了这个 他这个孙子的身份 然后他就说 因此他有了名字 最后第一章的结尾 就是因此他有了名字 这样子 他获得了这个名字呢 就叫做 邱婷亮戒 那这部作品 他的 我觉得他有趣的地方是 他的故事进度非常的快 他从一开始先介绍出这个 我们这个男主角 他具有的特殊身份 然后接着下一章 就让我们的女主角登场 女主角他在那个背景 在这个故事中 女主角是一个 从事医学 但是他是走研究路线 成为一个算是脑神经 研究的那种 领域的博士 虽然是看起来 20几岁吧 其实也不年轻 还是30几岁 总而言之是个 看不太出来年纪的人 但是他可以拿到博士学位 我觉得他年纪应该也有了 那总而言之就是 他就是 算是属于那种 非常理科脑的那种脑袋 那他有在某一次 算是不小心在路上 有遭遇到 就是有发生 有人 路人袭击他人的事件 然后大家都很惊慌 然后被袭击人就死掉了 这样 可是他当时印象很深刻 就是我们这个男主角 这个这位亮戒 他路过的时候 见到他身上 他只是一脸 有点的那种表情 然后就很冷淡的走掉 他就对此非常印象深刻 后来发现到说 这个我们这个男主角 他是有在现在 女主角所在的那个大学 他们那个大学 应该算是医学 他们那个女主角所在的医院 是这个大学附属的医院 反正就类似这样的 那个大家知道这种关系吗 总之他就是在那里 有发现我们的这个 就他到研究室 就是有发现这个大学生 他就很好奇的去接触他 然后那个我们的这个 这个亮戒 他就有点大意 他就觉得说 反正老师跟你讲 应该也没问题 因为他可以控制人心 就没想到说 他发现他是 我们的女主角 是属于那种 理科脑不太容易 不太容易控制的那种类型 就变成说 就是女主角对这个人 很好奇 可是其他所有人 其他就是所有人 都是被这个男主角 都是算是 辅过记忆吧 所以变成说没有人可以相信 女主角说的话 变成女主角 他有点被孤立了 可是他就是 依旧是很冷静的 跟男主角就是对谈 然后他也觉得说 男主角虽然有 是这种 就这种很强的 强大的能力 可是感觉上 男主角并没有什么 太大的危险性 所以他就说 我只能祈祷 你是个 你是个不会对 这世界带来危害的人 这样子 然后男主角也说 真难得 你没有什么 歇斯底干嘛 反正就是 你发现他们的对话 其实是一种 非常理性的一种沟通 还蛮有趣的 我觉得这个对话 那故事要加快了 接着呢 就是突然又出现了 一个奇怪的男子 叫做 信作神吧 信是神 名字叫什么 我忘了 反正就是这位神先生 他就说 其实这个 我们这个男主角 他是他所在的 一个研究室 所研发出来的 算是基因复制人吧 基因工程下的一个 诞生的产物 那他们当时 所要研发的 其实并不是 这种超能力 这超能力 是因为在开发过程中 所产生的 产生的算是 负能力吧 而且他们也完全不知道 男主角具有这个能力 因为他们当初 其实创造男主角 这个ES 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要 制造关于 不老不死的研究 他们就是想要 就是因为人类的基因 细胞 据说可以活200年 可是因为各种 因素原因 然后造成人类 只能活到80年 点多到100年这样 所以他们就想要 破解这个 这个谜团 然后他们终于 找到了那个细胞 他们把命名叫做 ES细胞 结果 他们就用这个细胞 想办法就是 制作了很多 佩戴跟那个 副制人 这只有我们的男主角 他们把它叫做修罗 就只有他有 成功的存活下来 然后因为他实在 太贵重了 所以他们就 没办法直接 拿来做一些生理实验 例如说像是解剖什么 他们还没办法 直接拿来做 于是他们在 我们这个男主角 诞生了10年后吧 就是抽了他的基因 就当他那个 基因性成熟的时候 他才抽了他的基因 制作另外一个 副制人 想要就是 等那个副制人 就是成熟之后 要拿来做 专门拿来做 解剖的副制人 可是 他们万万没想到 他们原本 要拿来准备 做来解剖这个 副制人 他们是故意 尽量不要让他 接受光 不要让他 接受刺激 就是往往前全 是养在那种 培养民里面的 那种状态 可是他没有想到 是其实 包含男主角 跟这个 他们后来 命名为叫 伊扎克的 这个副制人 其实他们都有 都有那个 产生的心灵感应 就是跟那种 可以进入别人心智 的这种 超能力 结果变成说 他们从出生的时候 就把 培养了一个 就是什么 你也知道 人有心智 然后 他从小就有心智 他可以接受 他知道他出来 就要被杀掉 所以当他们 真的准备 要把他拿出来 准备要解剖的时候 他就开始反抗 他把整个研究室 让所有人 全部自相残杀 然后就 摧毁了整个实验室 然后我们的 这个男主角 就趁这个 趁乱的时候 也逃出了 这个实验室 就现在变成说 状况就是 有一个 想要 报复世界的 小屁孩 跟一个 成长得还算 不错的青年 然后两个 都是具有超能力的 家伙 开始在这个世界上 诞生这样 然后故事就开始 变成说 因为我们的 这个以杂克 他是那种 从小就没有说过 任何情操教育 然后 一出生 就是要被人家杀掉 所以其实他的内在 就是完全像个小孩子 只要不顺他的意 他就会去 就会进行 破坏或干嘛 因为他的力量太强大了 所以变成说 他就变成一个 很危险的人物 然后结果就是 社会上有时候 新闻就会看到一些 比较 好像 怎么说 就是 发现一些比较 离奇的死因的 那种状况 我觉得 我觉得 我好像讲得 有点过头了 反正总而言之 就是 这部作品里面 他其实死掉的人很多 然后有很多 都是因为他们 因为他里面有一些 比较特殊的死法 是因为 人其实可以从 那个脑部的 脑部施加暗示之后 然后造成你身体上面的 一些疼痛 例如说 他可能说 你这边割伤了 然后你这边就会真的 实际上出现 好像被割伤的疼痛感 然后就说你烧伤 可能你真的就会有 皮下烧伤之类的 类似这样 他们的能力已经强大到 可以就是从 我们的脑部做暗示 然后从而 因而使你的身体 产生出相同的症状 所以其实是 真的是很强大的力量 然后 就变成说 现在就变成这个 混世魔王嘛 我们这个以扎克 开始到处 控制人 到处作乱 然后我们这个男主角 跟那个女主角 他们这一方 想要制止他 就是想要把他 解决掉 然后故事 大概1到8集吧 大概第一集 就是稍微介绍一下背景 然后从第二集开始 就是一路上 就是关于 他们跟这个 以扎克的互相 互相 斡旋 跟互相调查 还有战斗之类的 一直到8集 所以虽然说是8集 但其实他内容 非常的紧凑 然后里面穿插了很多 就每个角色的想法 还有里面登场的 一些人物之间的想法 那最让我觉得 我当时一开始 就很惊艳的地方 是我当初在看 第一回的时候 那个我们男主角 他潜入他人 内在的时候的 那个星象印象 我觉得星象印象的 表现真的很帅 就是 人们不是都说 人的内心 世界 其实会有他自己的 自己的模样吗 然后里面真的就是 有各式各样 就是会呈现出 每个人的内心的感觉 情绪 他就用这种方式 去表达 我觉得相当的帅 相当的有趣 我觉得作者很厉害的地方 是他从第一回开始 就把我对这个故事的兴趣 整个调了起来 然后后面的故事 也都不太拖你带水 虽然说就是 呃 你可以理解的这种 王道系的发展嘛 反正就是有个人 因为从小没有被 被好好的培养 反正人家是 以实验体身份 养出来的 所以你也不能说 怎么样 结果没想到就是 这种实验体的反扑 然后造成 造成现在整个世界 开始变得有点 有点危险 然后最后就是 我们的男主角 他们要想办法去制止他 这样的故事 所以 我觉得 整体来说 真的就是很有 青年漫画的feel啦 就是 那青年漫画特有的那种 比较严肃的剧情啊 还有那种 有时候就会经常会死人的 这种故事发展之类的 所以 呃 有机会大家有办法 看到这部的话 我蛮推荐的 真的 虽然我也没看过 这位老师的其他作品 但是单就这一部 入侵的话 我个人还蛮喜欢的 想说如果 不知道欸 有机会看到吗 有机会吗 电子书说不定有机会 说不定喔 嗯 好啦 总而言之 我希望我们下次之后 不会再杀死我一个人录音了 呵呵呵 有点拉哩拉扎的 讲得也太多 我很推荐这部啦 蛮有趣的 而且女主角的个性 那种 怎么讲 非常理科的个性 我真的很中意 就是 对 嗯 有机会大家可以看一看 好 今天关于入侵的推荐 就到这里啦 谢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就下次再见啦 拜拜 拜拜 上班 上班 我们要工作 上班了 回去回去工作 拜拜 就别说rop了 叔叔伯